这回台中区域立委选情激烈 其中在第六选区 现任民进党籍黄国书 确认不竞选连任 蓝绿都推派现任议员来抢位 选情出现五五波 而民进党上午在议会党团 召开了记者会 指控对手罗廷伟出席社区晚会 提供现金摸彩 已经涉嫌会选 对此罗廷伟强调 有明确说出是往年的惯例 跟选举无关 反倒执疑江兆国今年首度 跑来参加东南区的活动 赞助摸彩金 没有前例可循 才是真正的涉嫌会选 身上背着参选立委的宣传看板 出席社区中秋联欢晚会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罗廷伟 和主持人借钱 要加码抽红包 被民进党质疑涉嫌会选 如果依在我们现在 会选样态的第十点来看的话 连礼品都会有问题 这样的行为真的可以吗 绿营议员质疑 国民党候选人 透过出席各大社区活动 提供现金摸彩 根本就是变相会选 已经提交司法来调查 对此当事人也出面澄清 辛苦了 选举选得这么累 开记者会来抹黑 我想他们真的选得非常的着急 罗廷伟强调 这次东南区的市议员 多年来参加侠内的活动 都有提供现金摸彩 完全没有违法的嫌疑 选办法相关的规定 都有提到 往年如果都有 而且是属于赞助型的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为什么可以来到东南区 罗廷伟反倒质疑对手江兆国 是中西区市议员 因为参选立委 今年跨区首次出席庙会活动 就被拍到在舞台上 从口袋掏钱 要加码抽奖 才是真正的会许行为 如果他觉得我有掏钱 他又有入到 他为什么不直接去检举呢 一切真相我们就到检察官那边讲清楚 大选来到倒数阶段 台中立委选情进入胶着 蓝绿双方除了证件大比拼 选务工作小细节也成为工坊焦点 就从内需台中报道